尊敬的诸位老师 诸位义工家人 诸位同学们 大家下午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这些义工家人 他不只是我们现场的家人 你看厨房 为我们准备一餐 有很多义工 而且诚得观察 他们有大家爷爷奶奶背的 也有父母背的 还有跟你们差不多年龄的 甚至比你们小的 都在为大家准备 这些餐饮 甚至于是这些生活上的需要 所以一个缘分 确实不容易 我们也给这些义工掌声感谢一下 像我们校长 今天五点半左右就出门了 你看还讲了两堂课 待会开车回去 听说这个时段还会再不赶快走 怕塞车太严重 那我们这个黄子宾班长考虑得很周到 毕竟校长七十多岁了 又讲了一天的课 还要开那么久的车 所以派了我们这个秀文学长 载他回去 所以我们也要 都能替长者考虑 替他人考虑 因为福田靠心根 我们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 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而福靠心根 这个心大分三种 第一恩田 我们不忘恩德 在座有没有闽南人 讲闽南话的请举手一下 不是太多 我们闽南语有一句 提供大家做参考 就是你吃水果 要感谢这一棵树 很可能它有树神 不能只是看到榴莲很好吃 都忘了感谢榴莲树 我们吃的米饭 要攻进这个锄头 都是有农夫 这些农具 才能成就我们的饮食 所以要饮水思源 就像我们常常听到的 乌鸦都知道繁补 羔羊都知道贵乳 所以动物界 尚且知道要报恩 怎么可以我们人 是万物之灵 不如鸟夫 那这个是 不可以的 当然我们也像 动物 它们很可贵的地方 我们也像动物学习 大家都听过 白兔跟小乌龟赛跑的故事没有 那这个小乌龟 有没有学处 有 因为它有恒心 白兔虽然跑得快 它比较有才能 但是它有傲慢 掉以轻心 结果聪明返辈 聪明给悟了 没问题 我跑那么快 我不会输的 掉以轻心 结果一碎碎过头了 被小乌龟赶过去了 所以这个有恒 为成功之本 你看这个小乌龟 也在表发 大家今天有没有听到 有鸟在念阿弥陀佛 没有吗 明天继续认真听 这个鸟说 我也有听到 你们怎么没听到 我早上确实是有听到 可能 那个时候大家在读经典 在太上感应编 汇编里面 就有记载 好像是唐朝 有那个会讲话的八哥鸟 他的主人 就教他念阿弥陀佛 他就很认真的念念念 后来呢 他受命到了 他是没有躺下去 他头稍微一点了 他就走了 走的是 一点痛苦都没有 然后呢 把他埋在地下 后来 后来 有灵性的 有灵性的动物 有可能他们的成就 也会很高 所以我们要尊敬 所以我们要尊敬 更不能伤害他们 这些都是有福的存心 我们刚刚一开始先讲恩田 不能忘了恩德 那我们今天 校长给我们上的课程 我们身为马来西亚的 华一 都应该感谢 这两位老人家 有没有 林莲玉老先生 沈穆瑜老先生 因为有他们的努力 整个华教才在马来西亚 开花结果 这个 李校长有提到 他要跟印尼的人 讲一个校字 要讲五分钟 因为在印尼文 马来文的词汇里面 不容易找这个词汇 那陈德自己亲身 到印尼演讲 确实大部分的人 都听不懂中文 所以我给他们讲课的时候 还有一个翻译 所以我讲笑话 他们都要过三十秒才会笑 大家讲过这种课吗 结果后来我用了一个词 不只是讲了五分钟 超过五分钟 因为我讲了一个词 叫父经请罪 大家听过这个词没有 有吗 我讲了这个词的时候 我看他们的眼睛都听不懂 我就开始说 从前从前战国时代 有一个赵国 林向如 还有莲婆 你看我讲这个成语 讲了多久 还要完璧归赵 最后莲婆不高兴 讲了老半天 你看我跟你们沟通 就四个字 父经请罪 你们就听得懂了 所以我们要学中华文化 还是学中文 比较直接一点 那这个不是偶然的 你看这两个国家 是连在一起的 可是因为有这些先贤们的努力 那我们得到了莫大的利益 也要感恩 所以这个是知恩报恩 恩田 有没有哪一个同学 发愿我要超过神老的记录 有没有 今天是个好日子 是个发愿的好日子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那我们也感谢 这个 李津华校长 还给我们高歌了好几曲 我们今天也提到 中华文化教我们什么呢 教我们一个孝字 教我们一个爱字 其实教我们孝 就教我们要自爱 要顺自己的信德 我们的信德怎么开发呢 靠孝清尊师 所以我们学孝 学自爱 什么时候要自爱 Anytime Anywhere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你永远要在正确的道路 你一不在正确的道路 你前面的努力就中断了 就会退得很厉害了 请问我们听歌 跟自爱 有没有关系 这一个主题 我不可以讲太多 不然会抢了我们 王老师的饭碗 这个王老师 有一堂课 这音乐 帮助我们修身养性 而且这是他的专业 这个我不能关公面前 耍大刀 还有他另外一个专业 他是中医大夫 请问我们学养生 是不是自爱 而且 孝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们要赶父母的恩 首先不能让他们 抄我们的心 不然我们就折服报了 诸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 从小到大 爸爸妈妈一直叮咛你 要改掉的缺点 现在还没改 有没有 那代表 父母超了那么多心 费了那么多口舌 结果我们不改 你说这个是折服 还是征服 这个折了自己的福报 福在受见 有福气的人 就是能接受别人的劝 你把它改过来了 所以父母 长辈 都是为我们好 我们听一句 就有一句的受用 我们看 今天听神老的故事 请问神老 什么指头我们学习 好像 李校长讲了四个字 有没有 哪四个字 公 大公 大公无私 大家注意哦 李校长讲的课 跟命由我做福自己求 每一句都跟这句有关哦 大家相不相信 你看公 大公无私 有福报了 大公无私的人 命运算他不准 人就是有私心 你就在这个 命述里面 无私的人 他每天积很多的福报 他就突破命运 所以两种人 算不准他的命运 第一个是很善的人 一个是很恶的人 命算不准 一般的人 没有做很大的善 所以命 都算得比较准 有算过命的请举手 你们爸爸妈妈 有拿你们的八字 去算命的请举手 你们都是改命高手 都是不用算了 掌握在我的手上 神老活到97岁 非常长寿 神老是工 而且李校长提到了 他从事很多公益的事业 帮助很多人 孔子有说 天下有五不祥 不吉祥就是没福报了 第一个不吉祥 损人自益 损害别人 想要自己得到利益 这样的人太傻了 小人冤枉做小人 大家有没有 嫉妒别人成绩好 看人家写完作业 把他擦掉 气死我了 这个会责福报 你要随喜人家的功德 你就有福了 所以祸福在什么 一念之间 孔子说 孔子说 你损害别人 你损害别人 想要利益自己 这是 对自身的不吉祥 弃牢 弃牢取幼 一个家庭里面 都是逆爱这个孩子 都不管老人 家之不祥有福报 所以一个人要有福报 一个家要有福报 孝顺为传家之本 孝涕为传家之本 世贤认不孝 一个团体里面 好人被排斥 这个 惨媚巴结的人被重用 这个 国家团体的不吉祥 再来老者不教 幼者不学 老一辈的人不教 晚一辈的人也不学了 变成没有文化 没有灵魂的人 孰子不祥 整个风俗很不吉祥 我前进看一个数字 全世界一年堕胎 超过五千万人 五千万 这个堕胎 是地狱的恶报 年纪轻轻 而且这五千万里面 很大的比例 是未成年的少女 你看父母没教 长辈没有教 老师没有教 下一代也不懂 年纪轻轻 十几岁 就照地狱的夜报 把自己 一生的福报 折了一大半 这是很无知 很可怜 所以为什么 是大家的爷爷奶奶 背了 都来护持大家 上这个传统化的课 希望大家的人生 走得真正幸福快乐 这些长者 也把你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 自己的孙子一样 在爱护 这一份心 我们要懂得珍惜 懂得回报 怎么回报呢 我们很认真学 这些长辈 最欣慰了 好 那 整个社会的风俗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诸位同学 你每天在影响这个世界 你相信吗 人的一个念头 不只是影响世界 影响整个宇宙 念头一起 整个宇宙都收到了 我曾经听 一个小孩 五岁 结果他已经开始学传统文化了 那他上公车 结果呢 上来了一个老人家 然后这个五岁的孩子 马上从他的椅子上面下来 这老奶奶 请你坐 结果呢 全车的人都看到这一幕了 这一幕之后啊 每一个老人上来 一定都有车上的人 把位置 让给老人家坐 那诸位同学 这个五岁的孩子 有没有在改变这个社会风气 有 这个车上的所有的人 都受到他的影响 所以古人 欺免我们 天下先亡 匹夫有车 我们现在的心呢 不能太小 量大 福就会大 我们要影响 我们要影响这个社会 有好的风俗 老和尚 刚好成德在了 一边刚好能够学习到 有一次刚好有新的朋友 老和尚 跟这个新朋友打招呼 这个新朋友就问 老和尚 请问你是哪里人 老和尚说 我是地球人 我跟你同乡 老和尚很幽默 同乡 很亲切 但是老和尚 这个话当中 有对我们的 一个启发 现在的地球 你看是 网络时代了 哪一个地区 发生问题了 会影响 其他的地方 牵一法 动全身 修妻与共 息息相关 假如印尼 都在那里 烧田地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马来西亚 会哦 所以你们好好学 能不能去印尼 讲课 哈喽 你们好像 没什么反应 你们学好 能不能用马来文 去印尼讲课 你们配合一下 也是基辅 可不可以呢 头点一下 不然呢 我们会脖子僵硬 尤其现在都变低头组 脖子更应该 长长点点头 这一件事啊 我已经来不及了 我现在再来学马来文 我看 有点太晚了 你们比我的条件更好 你们来做 一定更好 所以你们的能力 比我强很多 你们不只会马来文 你们的英文 你们还可以用英文 去弘法 所以量 心量要大 福就会大 那 封俗 每个人有责任 再来还有 最后 孔子讲的 五不祥 提到了 圣人 福利 愚者善权 圣人的教诲 没人学了 错误的思想观念 反而大家都在接触 这是天下的不吉祥 现在 大部分的人 受风气影响 在学什么 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 都被利欲 熏心 你看论语 半部论语 至天下 论语 君子欲于义 君子要明了 明白 做人的道义 小人欲于义 小人常常想着 怎么自私自利 这一句话 就是整个世界的问题所在 从幼儿园 就在教竞争 自私自利 这个就教偏调 我们能接受 五千年老祖宗的智慧 首先我们不随波逐流 跟谁有缘 我们好好 能够去帮助别人 结果我们很有福报 就影响 整个世界的风气 成德记得 我到补习班去 然后同学有问题 我会很愿意 把我会的教他 结果后来我考试 成绩不错 然后他们就说 可能吃素 会比较有福报 就好几个同学 跟着我吃素 我们越学越有福报 人家看了 有信心 这个都是可以转变的 好 这个是孔子 教导的 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这个福 大分三个 第一个是恩田 持恩报恩 第二呢 是悲田 慈悲 怜悯 生命 有一个小沙米 在古代 可能是要二十岁 才能受出家的巨族戒 所以他年龄 可能七八岁就出家了 十来岁出家 叫小沙米 结果他的老师 他的师父 已经震到阿罗汉国了 一看 这个小沙米的命数到了 他年龄那么小 就希望他在家里 结束生命 跟父母在一起也好 因为算准了 他七天之后 会去世了 就让他回家去了 后来第八天 这个小沙米回来了 这个师父吓了一跳 他怎么回来了 因为他已经震阿罗汉了 他就入定 就看到这个小沙米回家的过程 遇到下大雨 刚好有一个蚁穴 眼看就要被水给冲掉了 这个小沙米很慈悲 马上把自己的袈裟脱下来 然后赶紧 然后赶紧 护卫 这个移动 诸位同学 救了多少生命 那这个没法算 用千千万万 都不一定算得准 所以救了这么多生命 他的寿命延长了 后来这个小沙米很争气 说命一延长 最后他也震阿罗汉国 就不再轮回了 所以这个是悲田 还有敬田 恭敬人 恭敬事 恭敬物 只要你是恭敬心 都在修基福报 在古代有一个人叫李斌 他从小体落多病 就觉得自己寿命不长 然后看到很多很年长的人 从他们家门口经过 他就很羡慕人家长寿 他会跟人家行礼 甚至于 假如这个老者 走了很长的路 他会请他坐 用这个茶水 供养他 这是尊重老人 后来他福报积累上来了 身体渐渐好了 后来 后来活到93岁 这在太上凯因编 汇编里面 有这个故事 金姑虚寡 敬老怀幼 这是敬老的榜样 这是对人 还有 有一个人叫葛洪 他也是很有福报 人家就请教他 怎么基辅 他说你只要实时替人想 比方说你看 这个东西可能有人会踢到 你就把它移到 人家不会踢到的地方 大家有没有走在道路当中 你骑着脚踏车 或者骑着摩托车 刚好路上掉下来一颗不小的石头 你会怎么做 你可能就想到 后面的人 假如刚好不小心骑摩托车的时候 没注意到 有可能会车祸 你把它移开了 这个就是 基辅了 一个人一天 你只要肯替人设想 你只要尊重物品 你每天都在积很多福报 比方刚刚我们江校长说 请轻身坐下 这是我们对什么 椅子的恭敬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你养成之后 你的动作就不会出炉 你就越来越柔软 越来越细心 一个人动作出炉 他做事会不会出情况 会有 所以哪怕是一个小的动作 都在修自己这一颗心 都在积自己的福田 所以一个人要修身修行 没有大事小事 包含 我们今天开水龙头了 你开得很大就很浪费 你开得适中就节省水源 顺手 没有要用的电灯都能把它关掉 一张卫生纸也不要太浪费 我的奶奶很节省 我刚刚李校长有讲到了 这个杨振宁先生 人家请教 为什么中国人经济发展好 两个字是关键 大家记不记得 情跟简 刚刚跟大家说 神老 你看公 大公无私 有福报 忠 尽心尽力 情 非常情分 礼拜天也没休息 都在为教育 在努力 还有一个是 意 坚忍不拔 我们学传统文化的 要记住真实的一句话 是不可以 不弘异 任重而 道远 我们遇到文化 危急存亡之既有 所以我们 要有弘异的精神 你看孔子在两千五百多年 就是遇到乱世 礼崩乐坏 他承担起了 这个时代的使命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 诸位同学 有没有想起来 你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是什么 使命是什么 你们可能喝了孟婆汤 忘记了 可能你们要来的时候 都是有发愿的 你们好好念阿弥陀佛 说不定就想起来了 你越早知道你的使命 你的人生就很有方向 很有目标 这是神老的优点 那承德很有信 你看我奶奶 很勤俭 我们从小耳濡目染 有影响 我观察 我观察我的奶奶用一张卫生纸 用五六遍 很节俭 四十多岁 身体就不好 可是活到八十多岁 八十六岁 老祖宗有一句话 叫路进人亡 你的福禄 用完了 你就没命了 比方说一个人 本来的寿命是八十岁 可是他太奢侈了 从小就要开party 就要吃肯德基 就要办好几桌 请人家吃 大家注意哦 生日祝寿 请问几岁祝寿 哈喽 几岁叫祝寿啊 你才十二岁 祝什么寿啊 你长寿啊 你对这个社会有贡献啊 这个才能庆祝啊 我们年纪还小啊 应该是什么 母难日啊 妈妈生我们那一天 很不容易啊 那一天好好做好事 回向给妈妈 敬我们这一份孝心才对啊 所以现在哦 这些风气哦 大家要分辨 妥不妥当啊 我们对这个社会 还没有什么贡献 你就花那么多的福报 所以古人还是 有很多思考 很有道理哦 要祝寿 最起码要六十大寿 七十大寿啊 比较妥当一点了 好 这个是跟大家讲 这个 你折福太多了 有可能四十多岁就走了 本来你能活八十岁 可是假如这个人很节俭 本来他只有六十岁的命 但是因为他活到六十岁 他很节俭 福报没有花完 他就严寿可能二十多年 像成德的奶奶啊 他就是很节俭 虽然身体不好啊 但是福报很节省 最后活到八十多岁 我们现在看啊 办一个婚礼啊 花上亿元啊 很恐怖啊 你看那上亿元呢 可以帮助多少可能要饿死的人呢 有福气啊 不能这么去花 所以恩恬 悲恬 敬恬 所以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这个命运呢 掌握在自己手上 好 那我们来想一想 人的一生 人的一生当中 要怎样才是好命 有福报 你看这个福报啊 五福灵门 哪五福呢 第一个富贵 不会很贫穷 第二 长寿 第三 康宁 我们 课程当中 有一个课程 也是悲甜 关怀他者的生命 是我们陈康宁老师 上的课 这个陈老师啊 跟我们廖玉镇老师 他们是同事 都在陈大服务 而且这一位陈老师 是马来西亚人 他现在在陈大 教书 那因为他时间排不开 所以他有录像 那五福里面呢 就有康宁 一个人长寿啊 但是常常生病啊 其实也挺辛苦的 第五呢 是 善宗 第四是 修 这个 忧好得 就是好善好得的心 第五呢 是 考宗命 就是 临终 无疾而终 有一句俗话叫 好死 好操生 这个是五福 我们现在看看 现在 身体健康的人多不多 好 好 诸位同学 你有把握 你这一身 不会得癌症的 请举手 好 你有把握 你这一身 不会得忧郁症的 请举手 好 你有把握 你这一身 不会自杀的 请举手 哎呦 不会吧 你有把握 你这一身 不会离婚的 请举手 你有把握 你这一身 有能力 把下一代 交好的 请举手 你有把握 你不会跟你家里的人 告上法院的 请举手 好 请放下 你有把握 你不会 犯罪的 请举手 我刚刚问的问题 你只要有一个 情况出现 就不是太幸福了 你有把握 你不会吸白粉的 请举手 现在吸白粉 不少 而且大家要注意 不要乱喝人家的饮料 你有把握 你不会被手机控制的 请举手 好 这个 陈德问了不少问题 再来 你有把握 你出社会 会被 你的公司 领导 重用的 请举手 你讲的都不会被重用 你会很郁闷 我相信 刚刚这些问题 我们都希望我们是好的结果 可是容易吗 这个人家调查 出来 的一个结果 19世纪 最大的挑战 是心脏病 20世纪 最大的挑战 是癌症 我小的时候还没听过癌症 可是 好像速度越来越快 现在好像 听到癌症是 很普遍的现象 我请问 诸位同学 你的亲戚朋友里面 没有一个人 得癌症的请举手 几乎没有了 我听到的 频率 很高 这都是我们 当前跟未来 面对的社会 而且每一个问题 你没有真实的 智慧学问 你不可能 过这些关 人生有不少关 所以好学 尽乎自 好学才能 跟智慧 越来越相近 我们随时 都在抉择 我们是善是恶 这个念头 就是一个抉择 是自私 还是未能想 就是一个抉择 包含我们吃东西 老祖宗告诉我们 祸从口出 所以讲话 要不要学 诸位同学 你有花四个小时 学讲话的 请举手 你看重要的是 我们好像知道重要 知道 悟到 做到 得到 这个是有过程的 你知道了 但是你得下功夫 你才能深入它 所以身体跟吃有关 这个我不能再讲了 这个又有官公面前 耍大刀 你看我们 王老师还特别 照顾好身体 是落实孝道的开始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死也 你们有福气 那么年轻就学 我们都是 二十五六岁之后 才开始接触到 所以大学期间 就熬夜上身了 大家珍惜福报 爱护身体 做个让父母 放心的人 所以大家发一个愿 回去把父母 最担心我们的 那个坏习惯 把它改掉 好不好 你们的头都没有动 你们已经 十几岁了 没有办法被强迫 我强迫你们了 可能还适得其反 好 这个是提到身体方面 大家也要花一些功夫 去深入老祖宗的智慧 你看皇帝内经里面 一些概念 包含黄老师 他每个礼拜 都有上养生的课 这老老横眼 很好的一部书 这个新加坡 有好几位 七八位 这个同修 过来 找我们 他们都有在听 王老师的课 结果他掌握一些原则 虽然 大部分都退休了 可是懂得道理之后 他们的身体都变好 所以懂不懂 差很多 而且 大家注意 我们今天学的学问 不能只有想到自己 还要想到谁 想到父母 想到家人 朋友 想到可以去利益别人 我学了健康的知识 我学了改造命运的方法 我去帮助亲戚朋友 这个就是人生的价值 我很佩服老祖先 这个大学第一句话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子与至善 明明德 就是恢复自己的明德 这个明德 就是信本善 明 就是明白 就是智慧 德 就是德能福报 我们透过修养自己 可以恢复我们 无量的智慧 德能福报 这叫智爱 进一步呢 你可以去爱人 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 假如自己的生活 搞得乱七八糟 他能很好地去爱人吗 所以你们慢慢 也有二十几岁的同学了 你们可能进一步 还要走入婚姻 走入事业 所以人生的抉择很重要 大家记不记得 江校长有说了 人生最难的不是奋斗 是什么 抉择 大家已经有一个 很好的抉择了 没有在家滑手机 来上七天的课 这就是抉择 我们现在懂得 抉择自己的念头 懂得抉择实物 这些 本身都是抉择了 包含言语 会伤人的 不要说 口吐莲花 都是利益别人的 言语 好 那我们 人生有很多重要的 关键点 都没有离开抉择 刚刚 李校长 唱了三首歌 请问 大家听歌曲 是不是抉择 重不重要 一风一俗 莫善于悦 一个社会的风俗 好不好 你光听 最流行的那首歌 是什么 就知道了 假如很多人 都在听那个 对面的女孩 看过来 你看这个地方的风气 好不好 麻烦了 幼儿园就要谈恋爱了 你说书还能读好吗 能有学问 能有道德吗 假如唱的歌 是一棵种子 唱的歌 是好大一棵树 还有第三首 叫沉静谦和 这个和谐社会 世界大同 我和你 一起来实现 沉静谦和 来实现 好像马来西亚 还有一首歌 叫船灯 是不是马来西亚的歌曲 我现在年纪大了 气比较不足 让我唱歌 会有点难度 你们没有听过 每一条河 是一个神话 不要拍了 不要唱太多了 每一盏灯 是一脉香火 每一条河 都要留下去 每一盏灯 都要燃烧自己 这个是船灯 你看 这首歌在马来西亚 耳熟能详 难怪这个中华文化 传得这么好 跟这首歌 有没有关系 你看大家都在唱 唱着唱着 有使命了 所以连听歌曲 都是抉择 你看礼记里面 有乐记 这一篇教诲 乐记里面 有提到 音乐 有 智世之音 这样的音乐 会让整个国家 人心非常好 有 这个乱世之音 你看人听了之后 都很颓废 都迷迷之音 好像都没有责任感 很放纵之急 你看那种音乐很照 听的人都定不下来 这个叫乱世之音 还有亡国之音 这个我们王老师 都会跟大家好好上上 而且他会谈极曲 智世之音 给大家听 大家要洗耳恭听 更好的是发愿 来沉传古情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虽然我有这个意愿 但是有点 too late 我念的不对吗 你们的表情 都没有给我一点 feedback 我有点 年纪太大了 有点来不及了 好 我们分工合作 因为这个都是 中华文明里面 很重要的元素 都要有人沉传 中华文明是 礼乐文化 音乐 一风一俗 莫善愉悦 而一个人要 有好的道德修养 要从礼开始学起 礼就是分寸 礼就是对人 恭敬礼貌 礼 这个也是五轮关系 所以我们学传统文化 学佛不能学高了 都要学礼 要敦伦 敬愤 所以我们李丹静老师 有上礼在生活中的运用 那对于 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们要懂得规划 你看我们现在 要有学业 要面对 以后有婚姻 还有事业 而这些部分 都要建立在 我们要有定力 要有智慧 就是你自己的修养 很重要 你看一个人 学业一直 在努力 可是他忽略了 他的心 他硕士 博士 结果他的得失心 越来越强 患得患失 自己考不 考得有点不好 难过半天 看到别人考得好 很嫉妒 哇 心偏 自己没有注意 我曾经听过 我们台湾一个 国立大学的硕士 他就讲到 他从小学到大学 没有考过第二名 都是第一名 后来他考上硕士 结果这个硕士 是从台湾各地的精英 过来了 结果他一考 十几名 他不能接受 他说 那一段时间 他在楼上 就有一种冲动 想要跳楼 可是呢 他有这个冲动的时候 还好 他想到 哎哟 那我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会很难过 他就没那么做 所以啊 人 要考虑到 我们幸不幸福啊 不在我的学历 有多高 不在我多有钱 事业做多大 现在学历高的人 有自杀的哦 所富 哪个神所富 也有自杀的哦 大家从这些 社会报道 有没有抓到一个重点 信不幸福哦 不是外面拥有的 决定的哦 是这个心决定的哦 看事情要 入目三分哦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 而是计较的少哦 我们不能把快乐 的追求 搞错方向哦 会越来越苦哦 所以人生 最难的不是奋斗 是抉择哦 分方向不能错哦 所以这个抉择 要靠智慧哦 刚刚跟大家 讨论了好多抉择哦 再跟大家提几个 你看的书 要抉择 它假如是错误的 思想 你就被它误导了 我当时 二十一年前到大陆啊 他们有一本书 要把孩子交成狼 还是羊 各位同学 你们觉得 要把孩子交成狼 还是羊 要交成什么 交成圣贤君子啦 哪有去选择狼 还是羊 畅销书哦 看的人会不会受不好的影响 我看我们还是看孔子的书 比较稳一点哦 看老和尚的书啊 还是比较稳一点哦 你看 抉择你看的书 抉择你交的朋友 你们这种年龄啊 父母跟老师对你们的影响 可能比不上 你的同学跟朋友 大家同意吗 你的爸爸妈妈讲半天 你不听哦 你的朋友一句话 你就干了 大家注意哦 朋友他人生有阅历吗 当然大家注意看 老和尚都交什么朋友啊 大他一倍 大他两倍 听他们讲故事哦 人生的见识 智慧 增长 所以孔子有说啊 异者三有 随者三有 选择朋友 有直 朋友很正直 诚实 有量 很能宽容别人 有多文 有多文 近视 很广 这个是 益者三有 好 要会 抉择朋友 抉择行业 你假如去干那个行业 每天都要杀生 你的福报就折掉了 我们选择行业 灵老跟神老 还有孔子是我们的榜样 你看 你看孔子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孔子一生教学 批应他的后代 批应了多久啊 孔子真的是好大一棵树 你看批应他的后代 两千五百多年 他的后代 跟人家认识 人家请教他 请问你贵姓 他说 免贵姓 孔 马上对方 对他肃然起敬 现在在马来西亚 人家一听 请问你贵姓 我姓神 你不会去神老的后代 一了解神老 灵老的后代 被加关注 被加关怀 因为人家感他 祖先的恩德 所以诸位 这个 我们这个命由我做啊 这个命不能只考虑 自己的命哦 还要考虑 后代 子孙哦 还有考虑 你的父母 祖先哦 一人得到 九祖 升天哦 我们跟祖先 跟后代 分不开哦 你看 你修得很好啊 你的祖先 升天哦 然后 你的后代 被你批应 几千年哦 分不开哦 有一个孝子 叫徐一鹏哦 这个故事 在德育 古剑里面有啊 这些孝子啊 都保留了 他的天性 出门 在外教学 突然感觉自己身体不舒服 哎 可能是父母有事了 马上辞职回家 在路上啊 遇到一只老虎拦路 他有生命危险啊 古代赶山路啊 那这个徐一鹏啊 因为他怕父母有难啊 他很虔诚啊 跟这个老虎沟通 我假如说 命 这个是注定啊 是被你吃啊 但是毕竟呢 我现在可能父母有难 可不可以啊 放我一马 这个老虎啊 也有灵性 感觉到他的真心了 这个老虎 老虎就走开了 结果他赶到家 果然父亲病重 结果他一回来啊 他父亲已经病到啊 弥留不省人事 他回来之后啊 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说啊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啊 梦到一个穿着 红衣服 这个阴间的官吏啊 跟他说啊 说你的儿子 非常的孝顺 连老虎都 给他让路 所以上帝啊 给你元寿一季 十二年 你看一个人 很孝顺啊 还让自己的父亲 岩寿十二年 所以我们这个命啊 跟我们 祖先父母分不开 跟后代也分不开 所以这个孝字 有没有道理啊 一个老跟子 融在一起 分不开 而对大家 未来来讲 还有一个折偶的问题 那大家要会判断 一个人 假如不自爱 生活搞得乱七八糟 身体也不好 都熬夜 然后他说 I love you 你相信吗 你不要被他拖累 就阿弥陀佛 所以要会判断 看他孝不孝顺 看他自不自爱 你就可以啊 逃过一劫 判断 人生最难的 不是奋斗 而是抉择 这个时间到了 这些抉择的问题 我们诸位老师 都会跟大家 在课程当中说明 而我们对生命 都要有正确的认识 那个像 赵老师会给我们上 百善孝为先 这个怎么种恩田 怎么开发自己自性的 智慧德能福报 这些课程 很重要 那我们 廖老师 养生与达生 用装子的智慧 来经营 我们的人生规划 来处理我们 人生的问题 这些古代 鲁家 道家 佛家的 圣责人 他们的智慧 是超越时空 来指导我们 包含我们 英国汉学院院长 上圣 下庙 法师 给我们上 八大人 绝经 八条 这个大人 是指佛 佛 怎么修成佛的 八个 原则 大家好好修 可以成佛 尤其能够看清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这些课程对我们都非常重要 还有一些短片 也都是我们的好榜样 那要自爱 所以还有养成生活好习惯 内务 整理 学习 这个整洁为强生之本 这个房子里面 昨天吃的便当盒 都还没拿出去 臭气熏天 你说这个人会健康吗 这个不可能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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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